啊老师拿个叫边啊 啊我们还没有正式内容还没有开始啊 像我们现在刚刚给大家讲了十来分钟 我们等会啊 影像老师绝对不会抠你们的时间啊 一个小时觉得满打满算 绝对不会抠你一分钟啊 啊我们正式开始啊 我们啊我先讲了这么多 我给啊我们今天人人讲轴承啊 讲轴承的安装计算啊 主要是计算这一块 怎么去选用这个轴承 这才是我们啊 讲轴承的重点 讲任何一个零件的重点啊 当然学校里面不会告诉你怎么去选啊 这是这是实话啊 这是实话 啊 我们不谈那个了 我们等会儿等会儿再谈 讲完课再谈啊 我先给大家啊提一个问题 提一个问题啊 啊 6003啊 6003它表示什么意思 有大家啊 有谁知道啊 我们有谁知道6003表示什么意思 或者说603表示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说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啊 上一节课没有给大家讲到啊 或者说直接603表示什么意思 我我先不管啊 我先不管这一个有没有这个型号啊 有没有这个型号 你只需要给我解释603表示什么意思啊 啊 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嘛 我们上啊 我们上课啊 啊 我们上课啊 就是认真的上课啊 不要 不要聊其他的啊 对 60表示啊 升高球 60表示升高球啊 7啊 呃 脚结束啊 那些东西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上几课老师应该跟你们讲了吧 这个事情啊 老师应该跟你们讲了 至于那个0001 0203 大家有谁知道 啊 010203有谁知道 啊 010203有谁知道 因为这啊 啊 这几个 是我们 必须记住的 其他的都有规律 其他的都有规律啊 其他都有规律 像我们这个0 啊 0 0 0 1 0 2 0 3 这四个 当然还有另外四个啊 另外四个 另外四个 大家就 啊 好像是22 32 啊 这几个就是直接表示内劲的啊 直接表示内劲的 至于0 0 0 1 0 2 0 3啊 就表示10 12 15 17啊 他的内劲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至于啊 其他的有什么规律呢 其他的有什么规律呢 你像啊 我610 啊 我同样的 我不管有没有这个型号啊 我又不管有什么 我我只表示这个啊 我表示 我去选用这个型号的时候 这个10表示什么意思啊 同样的和我们03一样 03表示17毫米 10啊 只要不是那几个特殊的 不是那几个特殊的 像什么啊 这个10啊 8啊 啊 5啊 这些东西啊 大家啊 看到这个 你就一定要知道 他的内劲是怎么算的 他的内劲 像我们的10啊 除了除开那几个特殊的啊 像我们这种普通的 直接乘以5就行了 像我们的啊 610 他就表示啊 深刻球轴承 他的内劲是啊 他的内劲是啊 50毫米 直接乘以5啊 直接乘以5 这样啊 不要我们以后拿到一个轴承的型号 你不知道他的内劲是多少 那我们啊 学了学的 学了这么多 你都别告诉啊 别告诉啊 问你们的人啊 你是学飞标的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记住 啊 我们复习就复习到这啊 其实啊 我们像我们啊 这个 他后面啊 你像603 0 这个0 其实他是 像我们603啊 他其实后面 他是省虐了一个0啊 省虐了一个0 这个0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他的精度 P0级 啊 大家应该知道 集啊 那个 集数啊 就是他的精度 就是他的精度啊 当然啊 什么P2啊 P6啊 P6X啊 那个啊 大家就要写上 除了0以外 都要写上啊 大家看到这些啊 一定要认识啊 一定要认识 啊 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 啊 主要讲 啊 我们主要讲 今天 这个轴程 他是怎么去选型的 怎么去啊 这个轴程选型以后 他能够运转 多长啊 多长的时间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啊 我们选用一个轴程 假如他今天给我换了 我明天就坏了 这个东西压根都是白搭 你说你的老板会不会骂你啊 你的客户会不会骂你 所以我们啊 选轴程以后 选轴程以后 你必须的出列的计算一下 这个轴程 他大概能运算多久啊 大概能运算多久 啊 这才是重点啊 至于那个内径啊 那内径除了那 刚刚老师说的啊 应该是八个啊 八个零零零一零二零三啊 那四个还有二十二三十二 二十五 还一个二十八吧 具体那另外四个 老师也记不太清楚了啊 那几个用的稍微少一点 因为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其余的除开这八个以外 那些另外的一些内径 都是直接乘以五 直接乘以五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的啊 给老师敲个一啊 听懂了的 给老师敲个一 啊老师等会就啊 不重复了啊 个别没听懂的 客户问老师 客户问老师啊 我们先啊 先 不要我们手算了 像老师以前读书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手算的 那确实是比较痛苦啊 那确实比较痛苦 那 那算一个这个东西麻烦的很 但是有 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 告诉你一个公式啊 只要你拿着去算就行了啊 拿着去算就行了 啊 我先给大家列一个公式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公式啊 记下来 当然不记也没关系 最好是记下来啊 因为啊 这个东西呢 啊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用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有用 不用的时候啊 那东西都没用啊 你到着去查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查啊 大家啊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我们轴层选型的一个公式啊 轴层选型的一个公式 大家把这个啊 公式结一个屏啊 结一个屏 老师等会儿 好好给你们解释 这个公式怎么去计算 在我们这个实际意义中啊 你们觉得一点都不难啊 一点都不难 事实上 这是我们大学里面学的一个公式啊 我会用实际例子 去给你们证明 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啊 啊 我们的啊 结结一个屏啊 结一个屏方的公屏上啊 老师就关了啊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啊 这一个C次 C次啊 大写C啊 C次 它表示额定动载货 额定动载货 大家记住啊 它表示额定动载货 这个FP什么呢 其实啊 像我们 它有时候 一个公司里面 它可能没有这两项 大家觉得 不要觉得奇怪啊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 这两个 FP和FT 它有时候 忽虐了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啊 FP表示的是啊 FP表示的是啊 载货系数啊 载货系数 FT表示的是温度系数 当然叫法有不同啊 叫法有不同 应该啊 常通常我们叫 这么叫啊 这个P呢 啊 这个可能 大家有点难理解 这个叫做 我们等会还要告诉 怎么去算这个P啊 这个叫做 当量动载货 当量动载货 这个叫啊 这个是六十 啊 六十N 六十N是什么呢 啊 一分钟转了啊 一分钟转了多少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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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六十 这个N是转速啊 N是转速啊 六十N 这个N是转速啊 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一个表示的是 他的寿命 他的寿命 他能够运转多少时间啊 运转多少时间 十的六四啊 十的六四方 这个大家就不用解释了 这个伊布希伦啊 伊布希伦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伊布希伦是个希腊字母啊 希腊字母 他表示的是 那个 他表示的是我们的寿命系数 寿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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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常数啊 它是个常数啊 要么是三 要么是三分之十 什么时候是三呢 球轴成啊 滚子轴成的 就是三分之十 啊 我们在啊 给大家 可能大家听了这么多 模模糊糊的啊 什么都不懂 这个叫做啊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公式是一个 轴成的选型公式 轴成的选型公式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怎么样去选呢 我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们选任何一个轴成 我们是不是 轴成 轴成 啊 我们先 把这张图片啊 脱开一点 把这个轴成啊 一下我们这个轴成啊 我先把它隐藏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轴成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轴成 我等会会教你们啊 不用这么麻烦 我告诉你们 我们只是啊 粗略的计算一下就行了 不不需要啊 不需要我们多么精确的去计算 没必要啊 因为我们那样也搞不出来啊 大家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这是一个轴成啊 这是一个轴成 它的内律 它的内律是二十 它的内律是二十 我怎么去确定这个轴成的型号呢 啊 我们连接一个轴成 它肯定有一根轴 它肯定有一根轴啊 这个轴 这个轴与轴的内律相连 那就意味着我们啊 首先就确定了这个轴成的内律 这个大家懂不懂啊 懂了的 给老师敲个一 我们啊 不管什么样的轴成 我们首先会给它确定一个啊 它因为要跟轴啊 要要跟轴相连 轴成肯定是要跟轴相连的啊 我们要选轴 轴成肯定要先确定一根轴 我们的轴已经确定好了的啊 轴已经确定好了 它跟轴成相连的那一段就是啊 我们轴成的内律啊 这个大家应该好聊 啊 很 嗯 很好理解啊 既然我们的轴啊 其实啊 这个轴你要说 这个轴怎么去算 你除了算这个 我们选用一根轴的时候啊 不会特意的去算 这个轴会怎么怎么样 或者多大 当然也可以算得出来 那个东西 你假如啊 你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轴的计算 还需要老师给你们去讲的话 可以去讲 但是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轴成啊 这个轴啊 一般都是啊 你那个东西 我需要 你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 我们要需要支撑啊 需要支撑多长啊 多重的东西 保证这个轴 这个轴不会弯 或者扭断的时候 你大概的估算一下 你像假如我们 一两百斤 一两百斤 你拿个啊 你拿个二十根的 二十粗的啊 二十粗的轴 或者一十五粗的轴 他绝对不会断 绝对不会断啊 只要不是强扭啊 当然大家 你觉得有必要 有必要啊 有必要讲一下这个东西 下几个老师可以跟你们讲啊 我们轴要计算的话 无非就是计算一下 他的扭啊 他的扭度 他能不能扭断 就是这个 他的扭矩啊 这个东西就一个公司 很容易啊 啊 我们继续讲啊 确定了这个轴以后啊 这个轴我们的轴 轴承的内径 肯定是啊 已经确定好了的啊 轴承的内径 肯定是已经确定好的啊 上节课啊 我们有的同学 他就会啊 上节课 我们有些同学 他就跟我讲 老师 你要拿个实例 给我们啊 拿个实例 给我们讲啊 最好告诉我 怎么去查表 你你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 我不会用啊 老师现在就告诉你用啊 怎么去查用那个手册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机械手册啊 大家啊 可以打开我们的机械手册 点一下啊 我们机械手册打开 就是这样的嘛 点一下我们的轴承 点一下我们的轴承啊 轴承里面分为 我我们是以伸钩球轴承为例 因为我们的滚动轴承 是用的最多的 最多的啊 伸钩球轴承又是最经典的一款 滚动轴承啊 所以我们都是以经典的东西来啊 推推广我们所需要讲的东西 啊 大家啊 点用滚动轴承 就是我们在常用轴承里面可以找到啊 伸钩球轴承 伸钩球轴承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啊 这些啊 他只是告诉你怎么去选型 公式一般不会有 这里面啊 告诉你怎么选型啊 怎么去画我们的三维图 指导你画三维图啊 大家选用我们的伸钩球轴承 伸钩球轴承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上节课老师给你们啊 上节课老师给你们看到的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啊 大家啊 我给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 这个轴啊 老师画的是二十 画的是二十 意味着我们的轴承的内径 轴承的内径是二十 轴承的内径是二十啊 这大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啊 然后我们啊 一直往上拖啊 一直往上拖 选到啊 这个小低就代表着我们啊 内径是二十 只要找到二十了啊 大家可能啊 等会就发现 哎呀啊 我找到了二十 我还是选不出来啊 我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轴承啊 怎么去选轴承 因为我们轴承 在同一个内径下 或者同一个外径下 它有不同的内径 不 或者说不同的厚度啊 大家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啊 我们要确定一个轴承的型号 你必须知道它三个东西啊 它的内径 它的外径 它的厚度 必须知道这三个东西 你才能确定一个轴承的型号 内径 外径 它的厚度啊 就这三个东西 大家找到了没有啊 然后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二十 还有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 这就需要啊 这就需要 我们初选一个 我们怎么去初选了啊 我们一般初选 我们一般初选 初选 不大不小的 不大不小的 也就意味着 我们初选中间的这一个轴承的型号 中间这一个轴承啊 中间这一个轴承啊 中间这一个轴承 为什么不选两边的呢 啊 因为我初选 不一定 马上会对啊 马上会对 我不一定这一次马上就选对了嘛 假如啊 我相差的相差的比较大 就是我这个啊 因为我们查到一个轴承 这些东西以后 我可以确定一个轴承的型号 确定了轴承的型号的话 啊 当然还有更 呃 有那种轴承的 呃 选型手册啊 上面 它会有各种参数 各种参数 你就通过我们刚刚那个公式 大概的估算一下 啊 就是我们的c次 他会提啊 我们的轴承选 啊 选型手册上 会有一个啊 呃 动载货 额定动载货 允许的最大的额定动载货 你必须 小于这个 必须少 小于这个 你假设大于这个的话 你就要考虑 我这个轴承啊 轴承 是不是啊 选小了 选小了 我就往大的选啊 要往大的选 要是我小于这个 特别的 呃 就是远远远比这一个 呃 额定的 就是规定的最大额定动载货 要小的太多啊 我我们就要考虑啊 是不是要往大一点的选 啊 就这么个道理啊 轩选中间的啊 再往两边扩散 这样 因为我们同一个内径轴承 或者同一个外径的轴承 这样 它的型号 不会太多 不会太多 像我们这样啊 有个六七个 已经算很多了 一般 你不 啊 一般你初选两次 就差不多了 初选两次就差不多了 啊 一般 就这样啊 最多初选三次 最多初选三次 至于怎么去初选啊 等会老师就告诉你们 这个啊 LH啊 表示我们使用的啊 使用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寿命 这个寿命 等会老师会告诉你们具体怎么算 这个选型里面 选型里面 这个寿命 是你自己定的 自己定的 怎么定呢 一般我们的轴承 轴承的寿命 不会低于十万个小时 十万个小时 我们的轴承啊 我们的轴承一般不会我们的滚动轴承啊 滚动轴承不会低于十万个小时啊 十万 十万个小时啊 这一个 我们啊 确定这个轴承的时候 选型的时候 这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啊 是 是供应方 供应方啊 他要求你啊 或者说 我们自己啊 确定了一个 确定了一个数据啊 确定了一个数据 但是你可以查一下我们滚动轴承的那个啊 使用寿命 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啊 我们再把那个公司调出来啊 啊 就这个 我告诉大家啊 告诉大家 其实这里面要算的东西 就一个 就一个 就哪一个 就是这个当量动载货 其他的都是常数 都是一个啊 都是一个常数 只要查表就行了 我啊 举个例子 怎么去查表啊 怎么去查表 啊 怎么去查表啊 我先给大家 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个ftft嘛 一个 再后系数 一个温度系数啊 给大家 看一下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那种啊 像我们几百块钱买的一趟那个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 啊 像我们这个 载货系数 载货系数 它就会规定你 规定你啊 平稳运转 像我们一般那种 飞标件啊 飞标设备 飞标设备 你选个一点零到一点二 就没问题了啊 选个一点零到一点二 即使你想打个擦边球啊 你不知道它是微冲击啊 是中冷冲击 你选个一点二 就没人说你错了啊 因为这边也可以选一点二 这边也可以选一点二 大家这个数据还不好确定吗 有什么问题没有 啊 我们的电子版肯定是没有我们那时候书籍版书籍版那么全啊 书籍版它好几百块钱 我们电子版一毛钱都不要啊 所以啊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啊 像我们做到飞标啊 做到飞标 我们飞标设备 它一般不会啊 有太大的冲击彩赫 冲击彩赫 像我们那个fp 你选个一点二啊 没问题啊 选个一点二 没问题啊 那个ft我也可以告诉大家选个一一点零也没问题啊 一点零也没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啊 不要把大家想那么容易啊 那么困难啊 我们这些东西啊 你这样啊 我给大家可以计算啊 说一下啊 这个一点二 这个一点零啊 这一个要么就是三啊 要么就是三 要么就是三分之十 这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滚子轴程 一个滚啊 滚珠轴程啊 啊 一个滚动轴程 一个球轴程啊 一个球轴程和一个滚珠轴程 你们分不清吗 啊 球轴程和滚 啊 球轴程和滚珠轴程 你们分不清吗 球轴程就是三啊 滚珠轴程啊 就是 就是三分之十啊 就这两个嘛 啊 转速 转速就看你电机的转速嘛 它是需要连接电机的嘛 我们这个轴 你需要它转多快 需要它转多快 其实就是电机的转速嘛 可以根据电机的转速算出来的嘛 这一个老师刚刚也说了 不会低于十万 应该是十万啊 老师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十万啊 应该是十万个小时啊 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大家可以查一下 有可能啊 因为老师每天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大家可以啊 去查一下 可能有时候老师记错了 也不一定啊 可能我 不记得 好像是一万啊 一万好像又不止啊 好像是十万啊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到网上去查一下 等我老师下课了 也可以查 等我老师下课了 查一样 我再发到群里面啊 因为这个确实啊 有点 有点忘记了啊 所以啊 只有一个变量 只有一个位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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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啊 只有一个位置数 需要我们去算一下 只有一个位置数 需要我们去算一下 啊 这有什么来的吗 这还不知道算吗 当我啊 刚你知道了 这个东西啊 怎么算 这个东西 公司一套 哪个计算机 一摁 出来没有 有问题没有 我们的小伙伴啊 我们的小伙伴 有问题没有 当然 我现在不说你 这个批 也就是我们的 当量展合怎么算 我们的当量展合怎么算 我们这个公司啊 除了这个批以外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现在马上给你们解决 马上给你们解决 当然这个啊 时间 等会老师下课查一下 老师下课查一下 再告诉你们啊 因为老师也不啊 现在啊 我刚刚觉得好像啊 也不是特别确定啊 我等会儿再告诉你们啊 不能不能误人子弟啊 不能把错误的东西告诉你们了啊 所以啊 必须老师啊 老师给等会儿确定了再告诉你们啊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啊 接下来啊 我们就算一下 这个批啊 这个批啊 这个批怎么去算啊 这个批啊 这个批呢 大家也可以告诉大家啊 怎么算的 那么接下来 大家把这个公司啊 当量动载货的算法啊 也给了啊 也结一个图 老师等会儿告诉你们 怎么去查表啊 怎么去查表这些东西啊 怎么查表 怎么去算啊 也很容易啊 也很容易 这个叫做啊 x 叫做啊 镜向啊 镜向 镜向载货系数 这个叫做轴向载货系数 这个是可以查表出来的啊 这个叫做镜向力 这个叫做轴向力 你像以我们啊 以我们的升高球轴承为例 这一项 因为大家可以想啊 大家啊 上一节我们讲那个轴承的时候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 一般我们这个升高球轴承 它的轴向力是很小很小的 远小于我们的镜向力 当然也不是没有啊 它可以承受轻轻微的轴向力 也就是我们这个方向的力 镜向力呢 就是我们直接啊 压在我们的 压在我们轴上面的这个力啊 一般我们轴承都是承受这个力啊 这就是我们的轴向力啊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因为你做设计的时候 你一点工程历史都不懂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 你往往会啊 容易破损 或者说啊 这个东西压根不能用 因为你一个设备都是刚才做的 刚才做的 它毕竟有好几百斤 好几百斤 你不考虑它的重量的话 我们的设备根本运转不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得啊 懂懂一点我们的工程力学 也就是我们的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 我 我给大家讲的啊 已经是啊 最基础最基础最简单的东西了 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啊 最简单化 放在一个实力上 我 我为我怕大家不懂 我把三维模型都画出来了 就是这个原因啊 啊 给大家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啊 F2 也就是我们的镜像力 这边 我们的轴向力 其实啊 有时候我们的升高球轴层 它是没有轴向力的 即使有轴向力 我们也可以算啊 这个力 这两个力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你像啊 我这个轴上面 是不是还压着一坨啊 一大块东西 一大块东西 压在我们这个轴层上面啊 这个轴上面 是不是 啊 是不是啊 我们做任何一个设备 它不会单单的 就是两个 两个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不需要 把那一块东西 拆下来去撑 去量啊 我们只需要啊 大概的 我画模型的时候 画模型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个质量特性吗 评众里面有一个质量写 模型里面啊 这个质量属性 这里面 它会显示 我们这个东西 大概有多重 大概有多重 啊 我们 做一个 把那个东西装备好以后 装备好以后 点一下 质量属性里面 它就会显示我们有多重 显示我们有多重 这个大家啊 应该很轻松吧 要不要你去撑啊 我才没那么无聊 我还要让你把那个东西 拆下来去撑呢 是不是 我们就大概的啊 估算一下 这个F2 也就是我们的啊 F2 镜像力 就是压在我们这个上面的 有多重啊 有多重嘛 至于这一边 这一边 我也大概的给它一个 我可以给大家 啊 为了安全起见啊 安全起见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啊 小小的经验啊 小小的经验 因为我们的深沟球周生啊 深沟球周生 它一般啊 一般会小于我们这个 小于我们的 轴向力 甚至它没有 小于我们的镜像力 它甚至没有轴向力啊 都有可能啊 我们啊 你为了 你假设 这么说吧 啊 这么说啊 假设你可以看到那种 啊 就是左右两边啊 左右两边 晃动 晃动不是特别大的啊 晃动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飞标设备 晃动不是特别大的那种飞标设备 大家啊 可以去 嗯 这东西怎么去解释了 深沟球周生啊 好解释一眼啊 那种普通的滚住 啊 滚动 滚动轴层啊 这个要靠啊 我们实际的设备啊 实际的设备 你像我们深沟球轴层的话 啊 你取个二分之一 FR绝对是够了 绝对是够了 啊 我们FA的话 就是我们的轴向力啊 绝对是够了 但是你像我们其他的啊 其他的滚 滚动轴层 啊 你像我们其他的滚动轴层的话 啊 这个就要看你是具体什么样的设备 你去估算一个力 估算一个力 这样就行了啊 不是让你把那个力给测出来啊 你大概的估算一下 因为我们的公式 我也没有要求你 把它精确到千分位啊 什么什么精确到什么多少牛啊 我只需要你估算一下 大概的选出这个型号就行了啊 一般我们啊 一般我们选的轴层 轴层的那个最大额定载荷 他会远啊 比比我们算出来的这个东西 会大很多 大很多 假设我这个是算出来的是一个五位数 他可能是个六位数的啊 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大家不要啊 进啊 就是估算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估算大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啊 大概的估算一下啊 大概的估算一下就行了 至于那个SY啊 怎么去查啊 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还是以深刻球则成为例啊 当然这个表他是包括啊 还有这个表底下还有一部分啊 底下还有一部分啊 老师只是拿出来一部分啊 截出来一部分 我以深刻球则成为例啊 怎么算呢 你叫啊 你叫我们的轴层初选 初选 初选一个轴层啊 初选一个轴层 这也是深刻球则成啊 老师以前用过这个轴层 所以比较印象比较深 他的外 他的内进好像是八十 外进好像是一百啊 应该没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啊 你像确定了这个型号 你只要百度一下 百度一下 或者你有那本机械设计手册 你可以查出这里面任何的参数啊 例如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进进载贺 额定进载贺 额定进载贺 这个东西啊 可以查出来的啊 可以查出来的 那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的啊 除以一下这个 除以一下个 除以一下这个 除以一下这个 我们这也就是我们的轴向力 除以一下我们的额定进载贺 这一个 求出来的结构 求出来的结构 你看 他一般是在两个数的啊 两个数 中间啊 两个数中间 假设我算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零点零啊 零三 零点零三 我可以啊 我可以选用这一个 也可以选用这一个 都没关系啊 都没关系啊 你可以选用任何一个 你看往哪边靠一点 你就啊 选用哪边那一个啊 选用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你就选啊 就把这个一给确定了 这个一 因为我们后面这个 选这个东西都要用到这个 都要用到这个 这个一确定了以后啊 你再用啊 轴向 轴向力 轴向力啊 除以镜向力 看 求出来的这个值 是大于 小于等于一 还是大于等于一啊 就可以确定 我们这一个啊 就可以确定这一个 一般啊 我可以给大家啊 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 像我们的啊 像我们的升高球组成啊 很多时候都会直接选用这一个 很多时候都会直接选用这一个 特别是上我们的升高球组成啊 升高球组成 我只是说升高球组成啊 其他的组成 可能会要选用这一些 可能会要选用这一些 很多啊 当然我们升高球组成也可以选用这些啊 我只是告诉很 有些时候啊 我遇到的很多情况啊 直接就是选用这种情况啊 因为他没有走向载荷 没有走向载荷 就直接啊 就是 就是那个当年载荷 就得于他的镜向力 就这么个情况啊 因为大家啊 大家不要 因为我也不要求大家去把这些东西全部理解了 因为没有用啊 没有用 我只要告 只要要求大家 你知道怎么去查这个表 怎么去查这个表就行了 懂了吗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C0是额定进载荷 有什么用吗 你知道现在心里心里有一个额定进载荷的啊 概念吗 没有啊 没有 我们啊 我们选用这个轴承 你必须啊 你必须这么去搞 必须得经过这个过程 因为你不懂这个东西的话 就像我们啊 啊 老师以前到那个啊 珠州齿轮床 珠州齿轮床那边去 啊 参观过啊 参观过 他们的技术老整 跟我说 就是 啊 技术老整跟我们说 他们那里面 很多老工人 很多老工人 干了十几年的 他们一辈子干 干了这么长的时间啊 干了半辈子的啊 齿轮与齿轮打交道 出来以后 连个齿轮怎么去算 他都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东西啊 你觉得这个东西 合适吗 要是我们做飞镖的啊 连一个齿 连一个轴承 轴承是算比较容易的东西啊 一个轴承都不会去算啊 到时候啊 别人告诉你 你跟轴承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告诉他 我瞎闷的啊 我乱选的 好吧 那那我跟你说拜拜了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不去算的话 你不知道 他哪天就坏了 一个机器 要是总是坏的话 一个机器 总是坏了的话 你认为还有人 买你的机器吗 啊 还有人你买 买你的机器吗 因为我们啊 特别是 你像我们的齿轮啊 齿轮 老师以后 也会跟你们讲一下齿轮 但是不会跟你们 讲齿轮的计算 因为那个东西 你们也接受不了啊 我只会告诉你 怎么去用啊 我告诉你 那个一就是 就是用来查表的 你不用去管他啊 到底干什么用啊 你到底是个 表示个什么意思 他就是 他没有任何单位 他就表示啊 一个 他就表示是一个 轴向力与镜向力的 比值 懂吗 他与轴向 轴向力与镜向力的比值 他就是啊 他的作用就是 确定这个东西 确定啊 这个轴向力除以镜向力 到底是小于等于1 还是大于等于 好去确 再去确定我们这个 x和y 啊 但是没必要纠结这么多啊 你要是啊 当然当然 轩轩老师那是啊 说的 说的啊 不能啊 和你们说的 那是有些个 国体里面确实是这样 国体里面确实是这样啊 我们算出这个c次以后啊 老师刚刚告诉你们啊 已经啊 像我们这个轴层 你只要知道这个轴层的型号 你会知道 他的额定进载赫是多少 他的额定动载赫是多少 我们一般是比较额定动载赫 这个也算的 这个算的也是额定动载赫 只要我们这个c次小于我们这个c啊 不是这一个啊 这个c次啊 小于我们这个c 这个轴层啊 就算初选成功啊 你初选的东西就是对的 初选的东西都是对的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我们轴层的选型啊 这就是我们轴层的选型 c是查表查出来的 我刚刚说了啊 只要只要你知道一个轴层的型号 只要你知道一个轴层的型号 任何他的特性 他的特性 你都可以到啊 书上查出来 书上查出来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个东西吧 啊 我们不讲太多的理论 太多的理论知识了 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不是 那个接受力 不是特别强啊 其实刚刚啊 老师都是以这个例子为例的啊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遍吧啊 再给大家解释一遍啊 我这个轴啊 大家看到了这是轴层啊 这是轴层座 这是我们的轴啊 轴 轴我 轴我 大家应该不要我讲啊 只要啊 只要 能承受得住 我们上面给他的力 这个轴就没问题 只要能承受得住 他的力就没什么问题啊 当然还一个扭矩啊 像我们那种啊 搅拌机里面啊 还有 还有我们那种 拖拉机啊 或者我们那种 货 货帮轮啊 货帮轮啊 那种 他不是有一个 那个很长的 那个 滚 一个那个轴吗 一直在那里转动啊 那种轴啊 他就有扭矩 假设他只是 禁啊 禁止的躺在这 就是起一个连接作用 或者一个啊 上面只承受上面来的力啊 你就只需要考虑他 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压弯就行了啊 你觉得不能压弯 这个轴就没问题 就这么简单 啊 这是轴啊 轴 刚刚老师跟你们说的 跟轴 轴跟轴 轴承连接的那一段啊 他的 直径就是 啊 我们轴承的内径 这大家应该没疑问吧 这大家应该没疑问啊 确定了 确定了我们 确定了我们轴承的内径以后啊 我们再查表 查表 查表初选一个 初选一个轴承 就是确定了啊 我确定了这这一个啊 我 我知道他内径是二十 外径四十二 他的厚度是八 根据这一个 你查 你可以查到机械设计手册 当然不是我们电子版的啊 不是我们电子版的啊 是那个书啊 是那书 一般做飞标设备的 飞标设备的公司 肯定有这套书记 肯定有这套书记 你可以去看一下 多翻一翻啊 因为老师以前在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把那本书都快翻烂了 所以老师才啊 慢慢积累这些东西啊 你初选一个以后啊 初选 公司没有的话 你肯定要老板去买 肯定要老板去买 要是他几百块钱 都舍不得花的话 他还开个什么公司 他还开什么公司啊 这就是实话啊 买一套乱的书记啊 也就是五百块钱 当然我们个人去买 确实有点划不来 但是公司都买不起 他还开个鬼的公司啊 所以啊 大家看到 初选一个轴层以后啊 初选一个轴层 初选的轴层 你通过查那个机械手 机械设计手册 我们可以查出他的进载货 啊 额定进载货啊 额定动载货 这两个数据 你必须得把它查出来 必须把它查出来 这两个数据肯定有 肯定有 肯定有 再通过我们那个公司 刚刚老师告诉你们了吧 FP啊 1.2 FT啊 一啊 P怎么算 这个大家啊 刚刚啊 给大家 我们等会儿再重复一下 这个P怎么算啊 根号 一 西伯仁啊 这个解决一西伯仁啊 是个希腊字母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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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轴层啊 其实啊 其实像我们的一般的滚动轴层啊 滚动轴层 滚动轴层啊 不能说滚动轴层 滚动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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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西伯仁是三分之十 滚 呃 那个球轴层 球轴层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什么是滚子 滚 滚动轴层和球轴层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其实这两个东西 三和三分之十 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了 一个三点三 一个三点三 一个三 有什么区别吗 算出来的东西 不会相差特别大 不会相差特别大 当然差别还是有啊 当然差别还是有 但是不会差别特别大 一般只要你选对了 只要你选对了型号啊 三和三分之十都没什么关系啊 老师现在可以啊 老师现在可以告诉你啊 温度系数啊 一般我们选个一点零 差不多啊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那个ft嘛 至于里面啊 里面 那个60啊 这个是转速 这个转速靠你们的那个啊 减速机啊 电机啊 伺服电机啊 就这一块 他提供的转速 看是多少就是多少啊 使用寿命啊 使用寿命啊 老师等会告诉你们 老师等会告诉你们 因为这个是我记得没 说是十万个小时啊 一般为 但是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不能啊 不能这么告诉你啊 因为我现在也不确定啊 现在不确定 所以不告诉你啊 等会老师再告诉你 我们 我们算的是啊 滚动轴承的算法 滑 那种滑动轴承啊 又算法又不同啊 其实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除以十到六次方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公司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 大家可以告诉你啊 告诉你 120度以上 120摄氏度以上 那一个温度系数啊 温度系数又会变啊 大家也可以去查嘛 就像我查那个FP一样 一样的有那种 一样的有的啊 一样的有 一样的有那种表啊 大家可以去查嘛 为老师只是举个例子 告诉你们怎么去查这些东西 因为不能让你们以后见到这个东西啊 啥都不懂啊 现在怎么办 我们计算一遍 就那P啊 P啊 大家应该 向老师啊 现在写这些东西啊 写这些东西 基本上 不需要人 要打心 不需要做任何的 草稿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用熟了 已经用熟了 你们必须得去用啊 必须去 必须得去用 你看着现在好像没用 但是 试问哪一个轴承 试问哪一个轴承 你不需要去计算啊 哪一个轴承 你不需要去计算 你只要用到轴承 你必须得计算 你不计算的话 就意味着 这个东西 它有危险 它有危险 而你没有算出来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设计者的问题 它一出了问题 肯定是找你 肯定是找你啊 你假设这个轴承 啊 你选错了 这个轴承选错了 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轴承套 就是我们的轴承座啊 轴承座 这个东西也是错的 这个轴承 轴承座 错了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连接我们轴承座的 那一块东西 也出了问题 那意味着 我们整台设备 都出了问题 你说到了那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即使老板不赶你走 你还有面子 你还有 你还有面子 待在那个公司吗 啊 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所以啊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东西为难啊 你像我们做一个方案 做一个方案 确实不需要考虑 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做一个 整体的飞标设计 飞标设备 细化 必须考虑这些东西啊 必须考虑这些东西 其实啊 我这里跟你们讲这么多啊 这里跟你们讲这么多 一个原因就是 我以后的齿轮 齿轮 齿轮我不会再跟你们啊 讲怎么去设计一个齿轮啊 齿轮怎么算 因为那确实厂家已经把我们 厂家已经 你只需要选对那个型号就行了 就像他的算法和我们这个轴层啊 轴层是类似的 轴层是类似的 但是他比轴层要麻烦的多 要比轴层麻烦的多 这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 不是老师不讲 因为你们讲多了啊 可能 因为我现在看到 我光光讲一个轴层的选习 我连轴层 说明计算 我都没讲啊 我现在都不讲 轴层的说明计算了 我怕 我怕我讲的 我怕我讲的 等会我们的同学们啊 这些东西 到底表示个什么意思啊 我 所以 所以啊 大家不要看到 其实 为什么 老师不去讲这根轴呢 不去讲这根轴呢 其实这个轴也有计算的啊 只是我没去讲而已 我没去讲而已啊 为什么不讲 因为他可以凭我们的经验 他可以凭我们的经验 把它做出来就行了 但是我们的轴层不行 我们轴层因为啊 因为我们的轴层啊 确实他会 他的型号 因为他的型号啊 太多了 太多了 你不知道他能承受多大的力啊 你不知道 他能承受多大的力 万一他出问题了 啊 我们可能啊 我们可能就是动动手指 动动手指 动动脑子 算一算 但是 到时候设备一出问题了 啊 那就是几百万 上千万的损失啊 你要是做的一多 那可能还不止 所以大家 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为难啊 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为难啊 一定要 克服这种心理 以前老师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所以啊 你像我们轴层 轴层选定的话 轴层选定了 你的轴层做选定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后面很多东西 跟他有关的东西都选定了啊 他的尺寸都已经定了 要是 你没出问题啊 你出问题了 谁来负这个责任啊 到时候 说不清楚啊 所以大家 不要觉得为难啊 不要觉得为难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啊 我们军林啊 他发出来这个东西 老师给你们讲的东西 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呃 我们整个选用轴层 讲轴层的课程有多少 我给大家啊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啊 推荐一本书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人啊 查一下这个人 刚本纯三 刚本纯三啊 刚本纯三写的一本书啊 滚动轴层的设计计算 滚动轴层的设计计算 啊 刚本纯三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本书上面 轴层 他就光讲了一个轴层 他就有一百多页 啊 一个滚动轴 滚动轴层 一个还是一个滚动轴层 滚动轴层的就一百多页 所以大家啊 大家不要觉得为难啊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公式啊 一个公式啊 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啊 至于大家 以后怎么用 其实就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大家稍微的算一下就行了啊 计算器一摁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老师说的麻烦吗 这个东西应该不麻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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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